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气气候与我们的情绪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巴一巴 从气象角度而言 温度对于人们的情绪影响是最大的 研究表明使人心情舒畅 感觉舒适的温度一般是在20到22度之间 当环境温度超过34度的时候 人们就会感觉到酷热难受 而且心情呢也会焦躁不安 容易产生过激行为 如果环境温度低的时候呢 又会让人萎靡不振 比如说像室温降到10度以下时 人们就会感觉到沉闷情绪低落 低于4度时 人们的思维效率受到严重的影响 工作质量下降 很容易出现差错 雨天阴天人的心情啊会比较的沉重 尤其是连续的阴雨天 人会觉得烦恼消沉 情绪低落 特别是在湿气重的日子里 有较多的人会感到心情忧郁 而在暴雨前 人们会异常的活跃和兴奋 这是因为雷电可以加大 大气中的负离子 负离子使人欢快 晴天人的心情呢会比较的愉悦 阳光对于情绪确实很有益处 尤其是在春天或者初冬 相对于温暖温润的气候 有利于人们精神的放松 使人心静安静平和 头脑冷静不宜冲动 但夏季的暑热晴天 由于人体对环境的适应性差 非常容易造成情绪中暑 出现一些反常的举动 风对人们的情绪影响也是明显的 比如说干燥的热风减少了改善人们的脑功能 提高情绪的负离子 因而人们会反应迟钝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办事效率降低 常常犹豫不决并且容易发怒 此外呢 气压对人的情绪也有影响哦 在气压突然降低的天气里 人的心情烦躁不安 冲动易怒 会出现反常行为 由此看来天气温度风气压和人的性格情绪 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来克服出现的低落情绪呢 当然有 而且有七种方法 参加锻炼 改善营养 走亲访友 乐观心态 奋发工作 外出旅游 看看电影 你get到了吗 今天我们要赏悉的是 战国时期 楚国诗人屈原离骚中的第97句 路漫漫其修远兮 无将上下而求索 意思是说 在追寻真理这方面 前方的道路还很漫长 但是我将百折不挠 不留余地的去追求和探索 黎骚是屈原的代表作 是他当年被放逐江南的时候做的 这是一首宏伟壮丽的政治抒情诗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 充满了爱国激情的疏忧发愤之作 作为后人的我们也应该如此 不管每天自己的情绪如何 都应该努力地调整好自己 不是吗 好了 那我们今天呢 就先聊到这儿 一首好听的歌送给大家 咱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